我们再来关注骤然升级的离异冲突 先来梳理今日焦点 焦点一 乙军是否会开展地面行动 连日来乙军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 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 仅23号一天乙军袭击了黎巴嫩境内 大约16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随着离异冲突规模继续扩大 以色列是否会对黎巴嫩发动地面进攻 稍后带来专家解读 焦点二 黎巴嫩民众撤离 乙军持续空袭的同时还呼吁黎巴嫩居民 从存放真主党武器的建筑物中撤离 大量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民众 被迫向北撤离 黎巴嫩从南到北方向出现大面积的交通堵塞 再看焦点三 伊朗会介入吗 离异冲突骤然升级以来 伊朗方面目前只对以色列进行了谴责 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那随着局势发展 伊朗会进一步介入吗 具体我们先来看战况 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 黎巴嫩东部贝卡古地多个地点 24号清晨遭以色列军队空袭 贝卡古地位于黎巴嫩东部与叙利亚接壤 距离离临时边界已经超过了100公里 贝卡古地是黎巴嫩真主党 比较活跃的地方之一 也被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 一个后勤补给基地 以色列国防军城黎巴嫩真主党 今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 大约20枚火箭弹 其中部分火箭弹被乙军防空系统拦截 其余落在开阔地带 以色列北部地区拉向防空警报 那乙军随后对火箭弹发射地进行了打击 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宣布 当天凌晨使用法迪1和法迪2型导弹 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 袭击目标包括几个军事基地和机场 最远目标是距离黎以临时边界60公里的一个军工厂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 当地时间23号晚间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空军23号已经袭击了黎巴嫩境内的 大约16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的数据 以军23号的轰炸已经造成492人死亡 1645人受伤 是近一年以来离异冲突 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以军袭击的主要目的是摧毁黎巴嫩真主党 存放在建筑物中的武器 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起了主动进攻 目标包括真主党在过去20年里 一直在建设的军事基础设施 哈莱维称 以军正在打击相关目标 并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 黎巴嫩真主党23号发表声明称 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火箭弹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下午发布消息称 从23号早间起 已有大约150枚火箭弹 从黎巴嫩发射至以色列境内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马尼街区 遭以色列袭击 以军发射了数枚导弹 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称 在贝鲁特发动了有针对性的袭击 由以色列媒体援引以军消息人士的话说 此次空袭的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阿里卡拉基 当天晚些时候 黎真主党发表声明称 阿里情况安好已转移至安全地带 世卫组织驻黎巴嫩代表24号表示 从9月17号到9月23号离异冲突 导致黎巴嫩大约582人死亡 近6400人受伤 目前777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158名危重病人正在接受重症监护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0万5000人 因冲突升级而流离失所 据黎巴嫩贝鲁特拉斐克哈里里 国际机场网站的数据显示 24号大量的航班被取消 包括黎巴嫩中东航空 卡塔尔航空 土耳其航空 以及哈提哈德航空等多个航司 也都出现航班被取消的情况 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境内目标 持续展开大规模空袭 那一名黎巴嫩记者 昨天就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遭异军空袭受伤 镜头记录下来的整个过程 23号 黎巴嫩记者法迪·布迪亚 在巴勒贝克地区的家中 连线直播时遭遇已军空袭 空袭导致记者背后的窗户玻璃 突然炸裂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宣布 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 发动大规模袭击 此前20号和21号 以色列已经连续对贝鲁特南郊 和黎巴嫩南部等地进行大规模打击 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色列北部多地发动袭击 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是黎巴嫩临时边界冲突爆发至今最为激烈的一段时间 也是黎巴嫩局势骤然升级的关键节点 我们接下来通过时间轴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9月17号和18号 黎巴嫩连续两天发生大规模无线通信设备爆炸案 造成数十人死亡 9月19号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发表讲话 警告称 以色列的行为已经越过红线 被视为是宣战 9月20号的下午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一座公寓 遭到以色列四枚导弹袭击 再次造成数十人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称 以军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实施定点清除行动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也发表声明确认 两位重要成员阿基勒和瓦克比 在袭击中死亡 从9月21号开始 以色列连续多天对黎巴嫩真主党 发动大规模袭击 黎真主党同样 以对以军的军事行动做出了回击 9月22号清晨 黎巴嫩真主党首次公布 并使用了两款以前从未被披露的导弹 法敌一和法敌二 袭击了以色列北部海法市的两个目标 9月22号的下午 黎巴嫩真主党副领导人卡西姆 在讲话中称 离临时边界冲突已经进入新阶段 真主党已经做好所有准备 来应对所有的军事选项 9月23号的晚间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空军当天袭击了黎巴嫩境内的 大约16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当地时间的23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谈及以色列现在对黎巴嫩 所采取的行动时表示 以色列不会坐等威胁 无论何时何地 都会在威胁到来前先发制人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军的行动还未结束 以色列将改变安全平衡 改变以色列北部的力量平衡 螺旋式升级的利益冲突 是否已经走在失控的边缘 以色列是否会进行地面进攻 双方是否会再次走向全面战争 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的分析 如果我们说原来的黎巴嫩 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争 那么它可能是对于加沙冲突的一个外溢 但是现在本身而言 那么黎巴嫩本身它的这个冲突 更成为了一个独立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 甚至可能产生更大范围的外溢 专家表示 以色列方面日前将以色列北部居民 安全返回住所列为新的战争目标 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地面战争或将在所难免 而对珍珠党而言 以军此次军事行动 只在更大范围内削弱珍珠党势力 目前我们来观察它的这个空袭行动 是下一步地面军事行动的一个前奏 可是呢 它这个既然这次这个行动的目标 是把这个北部居民 让它回到它的家园就行了 就我们能够看出 它的作战目的不是要剿灭珍珠党 而是呢 要开辟一个缓冲区 然后呢 至少这个缓冲区从地理上 它要把珍珠党的支撑点和作战力量 推到利坦尼河北侧 那么如果说 以色列想要在黎巴嫩南部地区 来设立这样的一个缓冲区 那么这样的一个地面的军事行动 是非常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 当前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空袭的轰炸范围 已经超越了利坦尼河 换句话讲 它已经覆盖了一个更广泛的 黎巴嫩的全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因此的话 在珍珠党看来 以色列他置不在此 不仅仅说是要把珍珠党向北来进行推移 而是要在更大范围内 对于珍珠党可能要进行一个削弱 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的持续空袭 导致学校关闭医院取消非必要手术 那大量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民众 被迫向北撤离寻求庇护 民众集中撤离 给当地交通带来极大影响 道路拥堵 水泄不通 车上塞满行李 一辆车集满十余人的景象随处可见 撤离民众表示 他们为了安全被迫离开家 空袭使他们无家可归 一无所有 当地时间23号 黎巴嫩国民议会议员巴西亚哈利利 在联合国未来峰会上发言的时候警告说 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 珍珠党之间的冲突加剧 黎巴嫩人民正面临严重危险 巴西亚哈利利说 黎巴嫩大部分地区的居民 居民楼正在成为了乙军的袭击目标 大量农田被毁 不断加剧的冲突破坏了黎巴嫩的经济 威胁黎巴嫩的社会秩序 当地时间24号黎巴嫩总理府媒体办公室宣布 鉴于当前事态发展 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当天启程前往纽约 与各方进行接触 目前以色列不断加强对黎巴嫩珍珠党的打击 离方伤亡也不断地上升 有专家认为 实际上以色列和黎巴嫩珍珠党之间的战争 现在已经接近于全面战争 只不过以色列是没有地面进入黎巴嫩 同时专家也表示 一旦以色列陷入到与黎巴嫩的战争当中 把伊朗拖进来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如果伊朗深度卷入了 那么把美国也卷进来的可能性就很大 所以黎巴嫩珍珠党和以色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 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随着离异冲突愈演愈烈 其对于中东地区局势的影响 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有分析人士认为 自新一轮巴嫩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面临七条战线 除加沙地带 约旦和西安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之外 北部有黎巴嫩叙利亚境内武装组织 东南有野文胡塞武装 东部还面临伊朗 以及伊拉克境内的武装组织 分析人士指出 以色列正处于地缘战略的风暴之中 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3号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 由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升级 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部队 莱德并没有透露 有关增派部队的数量和任务等等 更多详细的信息 23号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称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近乎使中东陷入全面战争 而平民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伯雷利呼吁立即全线停火 并敦促各方行动起来 阻止这场战争 离以大规模冲突之后 伊朗方面对以色列进行了谴责 伊朗总统23号称 如果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对于伊朗目前的反应如何理解呢 随着局势发展 伊朗会进一步介入吗 离以冲突持续扩大升级 对于中东局势有何影响呢 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宋小军的解读 这次离以冲突升级之后呢 我们看到伊朗的表现呢 还是相对比较这个平静和理性的 他在具体的支持这个黎巴嫩 这个行动上并没有表现出非常积极的这种趋势 而且是非常克制 我们知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 大概15万枚火箭和无人机 包括它的远程导弹 这些东西有很多跟伊朗是相关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在军事上介入可能性 目前来看还不是很大 离以冲突呢 它持续的这样的如果扩大 甚至不断的升级 那么对地区周边的这个国家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当然也包括一些域外的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有中东地区有大量的驻军 那么美国是否会介入 以及外界的介入 包括我们说在野门的胡塞武装 是不是更大范围的去介入 所以说离以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可能是影响一个全球安全局势 包括国际关系 包括地缘政治 甚至全球经济形势的这样一个 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说离以冲突的去介入